今天斗胆在这儿再说一下我的一个观点 你看从这刚开始开就语气有点不自信 其实确实有点 但是最近的话 我感觉这个现象的话是越来越明显 从好几个同学最近的一个报名情况 到最后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反馈给我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话敢说一下这句话 是什么呢 也就是喜欢绘画的 也许现在在线下然后学的这个课程 或者说已经准备开始学 但是觉得线上不靠谱 想要先报线下 但是今天我想说的 就是不管你什么样子 以后的话肯定都会报线上的绘画课 为什么敢说这呢 最近有同学报完名之后 看完课程学了几堂课 他说老师早知道应该早点报你的课程 早知道早点去报这个线上课程 他说线下的话我学了三个月了 没有你三堂课讲的理论知识多 线下班的话 基本上他说老师去了之后的话 老师给我的讲解是什么呢 就是来挑选一幅画 挑好一幅画的时候去吧 画吧 画到班中间也许过去给你指点指点 到最后的时候画完 然后就会来 先来给你改一下 改完之后的话简单说一下 这部画就完了 我并不是说线下不好 线下真的有好多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是什么的即时性 刚开始你对所有工具操作不懂的话 你会觉得老师在那儿的指点 几堂课就让你用的非常深深 画的当中有啥问题 老师就在旁边 老师我有这问题呢 给我解答一下 过来就给你解答 还有在刚开始用笔方面 还是什么方面 不懂的话 你可以 就是老师即时发现 即时去改正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特别的比较好 但是不足的点的话 真的是这样 并不是说老师不讲 并不是这样子 有些培训班也许是这样 但是有些的话 确实讲的会也比较多 但是理论知识 其实美术里边就那么一丁点 不多 也许就几堂课就能不能讲完 那为什么我的课程里边 讲的会比较多呢 原因是什么样子 每张画我都在重复那些内容 比如素描里边 什么是参画面 目标调子 空间到底怎么样去推 近时远需 近出对比墙 远处对比弱 近出纯度 高远处出度低 类似于这些好多好多 比如色彩里边 什么冷暖 穿度 推空间的 还是画立体感的 这些东西到底 怎么样去套路到 这么画 我画每张画的时候 都不断的再去强调 这些理论知识 而线下的话 老师并不是不讲 去了会给你讲道 讲一字 可以 讲两字可以 讲三次 就一个月以后 或者一年以后 讲四次 重复过来重复过去 那有啥意思 所以在这一块讲的会越来越少 就像好多同学 为什么学了甚至一年了 问三大面 五大调子 五大调子里边有啥呢 好像我也忘了 但这线上课程里 把觉得这些的话 不管我在点评作业里 还是说在讲课里边 不断的会把这些强调到 每天的话 都是在给你去做饭画 每天的话 每一节课 都是在给你去做饭画一样 在线下的话 老师 那能做到这一点 那不得把老师给累死 每张画的话 示范一边 你再画 能多累呢 所以的话 线下好的一点 我觉得及时性好 也就尤其是在操作方面 技法方面 老师会讲的 你看的会更清楚 有啥不懂的 能手把手的去教到你这一点 而线上好的一点的话 就是有更新知识 会更强 给你讲到的会更多 这也就是 我斗胆说那句话的一个原因 好多同学说 能画画理论知识 有那么重要吗 无非在这儿 我好好操作一下就行 我还专门讲了一堂课 理论知识的重要性 可以把那堂课看看 在这儿的话 也可以简单给大家说 你想要实现 说走就走 你想走到哪儿 画到哪儿 想把自己心里边 那些想法 真正的能画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是光临摹画 能解决的问题 你必须得加上 理论性的支持 也许你现在画画的时候 你没理论知识 你是看一笔画一笔 刚开始你还觉得好 你试着画上十几二十张 简单的画你不满足 画难的画里边有多少笔触 那个画面里边 你看见表面是一个笔触 你不知道底下 它叠加了多少层颜色 才出的这个笔触 所以你怎么画 怎么都画不出来 越画会越累 懂得理论知识 会是什么样子 它的画只是一个参考 你看一个的话 也许它这儿有个屏 就知道 这个苹果的话 它在整幅画面里边 纯度敏度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画的时候 暗部的话 我应该偏冷偏暖 无非它的一个颜色倾向 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抓住它的这几点 你在那儿夸夸夸 调几笔颜色 也许这个苹果就出来了 但是你不懂理论知识的话 你在那儿画这个苹果 你得画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一笔一笔 它上边摆二十多笔 你也得一个一个在那儿去点出来 这就是里边知识的一个重要性 想要更轻松地去绘画 敌人知识 真的就这么重要 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像我的一个课程 有个现在终身会员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之前和之后出的所有课程 也就都不用再发钱 这里边不仅仅有课程 而且有这个辅导啦 还有一个引导啦 反正有什么问题 就等于交了一个绘画的朋友 我出什么课程的话 你可以看什么课程 是这种 像这个的话 下来的费用 你要是在线下跟着我学三堂课 这费用就没了 但是这个的话 你可以一直跟着 尤其是十岁的孩子 抱我什么 一直真划算 然后从现在可以学 初中可以学 高中可以学 上到大学还可以学 这好课程了 这起码不会过气 也就是他的好处 便宜啊 那所以线上课程的话 为什么我敢都在说那句话的原因 也在这儿 所以理论只是要讲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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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方面的话 必须得这么整 而且什么样子就是一个费用方面 它确实要低很多 其他好处的话 应该大家都知道 线下我得跑一下 线上的话 我随时拿起来 我随时都可以看 早上起来 可以啊 晚上睡觉可以看 包括讲的一些艺术的故事 是吧 你是不是也听话了 也就这样 所以绘画的话 没你们想的那么大 原理也就在这儿了 就是一定得把绘画这一块 拉个长线 你要长一点 因为绘画的话 是慢慢画 一个知识要给一句 我觉得理解了 但是你画不出来 有脑子要理解了 手感觉也跟上一样 但是怎么都出不来 绘画里边就这样子 当你画的画的 突然有一天 一下子 感觉我画出来了居然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理解 所以的话 为什么我得反复 去强调那些知识 有些原因 每堂课的话都在说 而不过人就会 所以不要有都开始 学着什么词 给自己太多厉害 为什么那些东西 我都理解了 只能不出来 那不管是你 我当时学习的事 都是这样 学画画的都是这样 所以得把战线拉长 把咱现在对绘画的 这种兴趣 一直得保持那种激情 就是当老师最重要的点 可以把大家引导进来 而且得提高大家 对绘画的一个自信心 所以刚开始 我说绘画的同学 不要想的就是 我进来只换一碗 你应该刚开始第一年 给自己一个盲目器 不要在那儿 想的就是 我就想学什么 其实第一年想画什么 都可以画什么 让自己先喜欢上画画 是最重要的点 慢慢学得多 把基础打击 想画什么 你就可以画什么 那今天课程的话 咱就上了这儿 那最近的话讲的 给人性的知识 也是比较多点 也就是话说 技法性的东西重要吗 很重要 但是的话 想要当到一个老师 得半个心理学老师 你得先了解学生 其实每话 以后好多人 都是经过一个坎 过不去的时候 都会放弃的 所以我现在的话 就是给大家讲 每个坎到底是没有 遇到这个坎的时候 也是好多人遇的坎 我都遇过 所以的话 把这个坎轻松地迈过去 学画画就变得更简单 那最想要给我 学画画的话 私信的话 是吧